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综合媒体报道 河南郑州疫情扩散 富士康厂区传出员工拎着大包小包和厚重的衣物 穿越田野逃离厂区 中国网络流传出一篇自称是郑州富士康党委书记苏东霞 30日凌晨公开发文 表示疫情发生之后 富士康尽力在内部调动资源努力处置 外部支持较少 除了象征性给些蔬菜慰问品外 你还收到过什么 有没有给大家每天提供一日三餐 无力独自支撑局面 不得已默许让厂区员工自行回家 香港明报引用自媒体 《晚上财经》报道 苏东霞在发文中指出 在公司工作生活的第15天 每一天担惊节律 不遗余力 伴着信任危机和舆情压力 却不曾怀疑努力的意义 注定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希望下面的文字能让更多人看见 苏东霞在发文中回应社会关切表示 富士康郑州厂区有20多万人 这注定不仅仅是一家公司 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 管理难度很大 苏东霞指出 当然停工是最简单的 停工之后的创伤可曾想过 就像你为了治好鼻炎 医生要把你的头砍掉 鼻炎肯定是不会再犯了 你愿意吗 公司没有资源去控制舆论 所以你看到的负面资讯 可能也是其中的真相之一 但是请你相信 这家公司肯定比这个社会更干净 据中国社交平台短片显示 大量工人手托行李箱 行走在高速公路 田边小路 甚至翻越两公尺高的铁丝网 人龙见不到尾 路边有热心人送上矿泉水或面包等食物 也有影片拍到 欢迎富士康孩子们回家等横幅 自称富士康员工的网民发消息称 郑州在本月11号即爆发本土疫情 当局全域静默管理 少数员工也受到疫情影响 虽然官方称园区生产运营相对稳定 但实情是厂区染疫人数越来越多 阳性感染者被封在烂尾楼中 环境恶劣且无饭食物要医 也有员工表示 疫情原因几十万人的厂区物资匮乏 很多工人生活得不到保障 很多车间实行了工作两天 休息两天 工作有工作餐 而调休就要自己解决 厂区因为管控商店无法营业 生活成了大问题 工作餐多是盒饭和泡面 且多人反映食物严重腐烂 无法食用 河南省内的员工决定离厂返乡 但凡防疫措施下工厂及整州周边 所有的公共交通已停运 大批工人只能徒步返乡 为了避开关卡盘查 许多人走乡间小路 在前往开封的大路上 很多村口都摆着饮用水和面包等食物 村民招呼他们随便拿 而且告诉他们下一个村也有补给 到了开封就有车在等待接他们回家 不过有河南伊川县旅电镇的潘姓富士康员工 千辛万苦返家后 却被当地派出所以未经报备私自返家 违反疫情防控相关规定为由 立案调查 旅电镇政府工作人员证实确有此事 他不但不报备 自己还乱跑隐藏行程 另一名家住距富士康三十多公里的康女士称 她的丈夫29日中午出发 徒步十多个小时 在快到社区时主动拨打电话报备 随后被拉去了隔离点 第一财经报道 富士康一名行政办公人员表示 看到网上员工逃离的内容后 内心五味杂陈 该工作人员表示 目前郑州航空港区政府 已向富士康派驻工作组 同时开展员工返乡医院登记 去留自愿 政府安排核酸检测 并协调交通工具 根据返乡报备情况 即日起当地专门安排转运车辆 到郑州富士康厂部附近 提供闭环接返服务 郑州官方微信 郑州发布昨天发布消息称 截至目前 富士康厂区未发生重症感染现象 疫情总体可控 二十大后富豪纷纷启动逃生计划 传逢小刚出走美国 据自由时报报道 中共二十大落幕后 总书记习近平如愿取得第三个任期 将大权急于一身 中国许多富豪和企业精英 对未来感到悲观 纷纷抛售资产出逃 近日有网传影片指称 现年六十四岁的中国知名导演冯小刚夫妇 已定居美国洛杉矶 引发中国网友对冯小刚一家 是否已经润了的疾变 十月二十七号 疑似冯小刚夫妇在洛杉矶豪宅前 送别好友的影片在网络上流传 影片显示 冯小刚与1999年再婚的妻子徐帆 从家里走出来送客 影片中还出现了两人领养的女儿许多 此前有媒体报道 冯小刚在2014年以500万美元的价格 在洛杉矶购置了一栋豪宅 18年再斥资600万美元 于当地购置了另一栋豪宅 随后有中国网友提报 冯小刚拥有2200万粉丝的社交媒体 微博以删光发文 再加上冯小刚曾批评中国影视审查制度 不少网友都认为 冯小刚一家已移民洛杉矶变成了美国人 炮轰在中国钱赚够了 去美国消费去了 也有网友说 冯小刚夫妇是去陪伴在美国读书的女儿许多 徐帆的资料仍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官网上 在中国仍有片约 夫妇俩还要回中国参加11月举行的金鸡奖颁奖典礼 不可能在这个时间点出逃 冯小刚能导能演 多部在中国的贺岁片 均获得不错的票房 曾以电影《老炮》获得第52届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 他指导的电影《我不是潘金莲》 也拿下第53届金马奖最佳导演奖 自由亚洲报道 从中共二十大结束后的那一周开始 上海豪宅已开出低于市场价三到四成的价格出售 欧洲知名移民律师雷斯皮伦斯表示 已经收到三个超高净值的中国企业家家族指示 启动他们的逃生计划 普京驻镇习家军攻台难以避免 有评论认为 习近平可能预见未来经济处境不看好 因而把施政重心转向政治和军事 正如没有避免乌克兰战争的爆发 西方也可能同样没有办法避免台湾战争的爆发 德国之声中文网报道 新加坡端传媒发表文章 当一切人事安排都尽在掌握 诠释自己人的政治局对习近平又有何用 作者张文认为 习时代并不存在明显的最高领导人对官员的犒赏 他的倾向更类似于认定了一个人对自己有哪些方面的帮助 然后将其提拔到自己认为合适的位置上 文章说 大概率接替政协主席的王沪宁 作为贯穿了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时代的三朝老臣 他可以说是整个政治局常委会中 少有的接受了正规政治学训练和具有知识阶层背景的一人 这意味着他作为军师的角色 短时间内无法被替代 习近平留下他的原因大概也在于 王沪宁先后帮助提出过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 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 以及如今的习思想 短时间内 习近平仍然需要这样一位能够帮助自己包装政策 和意识形态的上书房行走随时左右 作者认为 新常委的任命也让人看到了 从清零政策以来的一种政治风格的进一步扩大 许多人都已经看到 李强顺利成为了排名第二的常委 等待接替总理职务 这既证明了习近平的权力已经无远佛界 可以任意提拔 也印证了他一直以来对政治定力的偏执式的执念 上海的封城和混乱都不会对李强的位置构成任何影响 这次大会的主题 风格乃至用人的名单 已经是很早以前就在最高领导人的心目中拟定好了的 这次大会的举办对他来说意味着一种感受 一种一切都在计划之内 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一切都按照自己的剧本在运行的感受 63岁的李强是浙江人 拥有香港理工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在习近平主政浙江期间 李强是他的下属 2016年李强被调往江苏任省委书记 2017年晋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转任上海市委书记 今年上海新冠疫情期间 他严格封城管控的做法饱受争议 引起极大不满 他被认为可能会在明年春季全国两会上正式接任李克强 成为中国新议任总理 台湾风传媒发表文章 效法毛泽东 习近平加速解放台湾 作者林廷尧认为 经过二十大登基大典后 中共再次确立党媒姓党领导姓习 两岸关系方面 反台独已被写入中共党章 习近平强调不放弃使用武力 未来台海的紧张情势恐怕将有增物件 文章说 两岸战争仿佛步入自我实现预言的陷阱 最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 北京决心加快统一时间表 不惜以武力实现统一目标 美国海军军令部长吉尔黛则警告 两岸最快在2023年之前 就可能爆发战争 台湾国安局长陈明通也强调 中共可能2023年就会以战逼谈 原本台海还不止于爆发冲突和战祸 但是否会因为众人的预期心理 而让预言成真 作者指出 习近平可能预见未来经济处境不看好 因而把市政重心转向政治和军事 拯救经济成果要多年以后才会显现 但军事行动能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当美国祭出芯片锁喉战 造成中国经济重挫下滑 台湾不宜见烈欣喜 反而应该戒慎恐惧 毛泽东曾出兵朝鲜半岛 邓小平曾出兵越南 习近平会不会放下经济不管 而把解放台湾当成优先解决的历史使命 台湾上报发表文章 中俄就像二战时的轴心国 作者郭宝胜认为 根据各种现象和研究结果 由于俄中同盟的性质 中国的野心和能力 以及西方没有避免乌克兰战争的爆发 等三个主要原因 乌克兰战争后 中国入侵台湾的可能性非常大 文章说 为了对抗西方国家改变国际秩序 实现自己的野心 俄罗斯和中国结成了互助联盟 中国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相反的 俄罗斯强调中国统一台湾的合法性 就像二战中轴心国的协调合作一样 中俄不仅在乌克兰战争中相互支持 而且还正从东线分散和瓦解西方的力量 而且事实上 中国甚至认为通过战争取代美国的目的 高于统一台湾 尽管拜登总统曾四次表示 如果台湾受到攻击 美军将保卫台湾 但中国仍然坚定地坚持武统台湾 因为中国认为 中国想要取代美国的霸权 与美国的战争将不可避免 作者认为 由于西方没有避免乌克兰战争的爆发 西方同样也可能没有办法避免台海战争的爆发 面对可以预见的战争 台湾和西方必须证实这一严峻挑战 摆脱幻想 积极备战 而美国也应该吸取乌克兰的教训 避免重蹈乌克兰的覆辙 对中国的侵略要提前采取 包括武力在内的任何必要手段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孔子学院升级版 中国十九国社直讯班进行红色渗透 据自由财经报道 中国利用孔子学院推动外国人学习中文 以及中国文化 被视为裹着糖衣的红色渗透 随着孔子学院被各国识破关闭 还有一个显为人知的组织 中国鲁班工坊 目前已在十九个国家 设立了二十个职训中心 推动战略人才的培育工作 协助满足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相关投资的人力需求 据南华早报报道 自2016年以来 至少有二十个中国支持的 职业培训中心鲁班工坊 遍及十九个国家 这是由中国教育部指导 并由当地机构与天津职业学校 合作成立的培训中心 旨在提升当地民众技能和专业知识 马来西亚联昌国际私人银行 驻新加坡经济学家宋承文表示 鲁班工坊为当地劳动力提供实用技能 以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就业能力 其主要设备和技术 通常由天津合作伙伴提供 天津合作伙伴也根据当地机构的意见设计课程 并由中国专家培训当地教师进行教学 根据统计 全球已有3000多名学生获得鲁班工坊的认证 目前还有12000名学生正在接受培训 其中 巴基斯坦彭加培训局局长表示 鲁班工坊是中巴两国合作交流的重要载体 协助巴基斯坦培育技术人才 提升全球合作机会 肯尼玛查克斯大学副校长 露西伊伦谷也称 2019年底建立的鲁班工坊 为肯亚学生参与世界一流和创新云设计课程 提供机会 报道提到 中国设立鲁班工坊 除了协助培训当地民众的技能外 许多培训课程与中国一带一路 倡议相关投资项目直接相关 在非洲吉布提接受培训的第一批学生 将在今年节训投入中国资助的雅籍铁路工作 报道直言 罗班工坊不像中国著名的孔子学院 被西方国家广泛关注 此事不仅西方鲜少人知 外媒也很少报道 澳洲国立大学研究员德克·范德克里认为 富裕的民主国家可能没有注意到 因为大多培训中心都设在新兴经济体 从理论上说 这算是一种诱因 可以视作甜味剂 助攻中国企业抢攻市场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 分享 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里的PayPal链接 支持我们